即上一期乞讨过后 有很多人说我裤子菜 说我有很多垃圾没翻 就这也叫攻略 不是 我就随口一说 你们还真信啊 我这叫幽默 幽默懂吗 帖子嘛 这虽然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游戏 但是江湖人为什么称我为生存大师 你们真的觉得我裤子是浪得虚名的吗 想当年 我裤子还是一个杀 不多逼逼了好吧 那么欢迎回到裤子的流浪汉系列第二期 欢迎回来 上期救了我的鸽子 卡尔说他很虚弱 咱们就是说啊 卡尔是不是对虚弱有什么误解 现在我打架已经不用拳头了 全靠我的大哥好吧 你们看 看这 您管这叫虚弱 哥爷玩玩DS好吧 所以让我看看不需要的大哥是什么样的 哎呀 鸽子女士真的就是一只鸽子呀 行 阿爸 大概就是说 我们需要给鸽子搭建鸽舍 让我们大哥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要去找一个人 哎 好累啊 下次你们自己看吧 大手一般都不说话的 你们懂的吗 懂 懂什么啊 哼 嗯 我们现在去找那个人 是这吧 哦呦 小丑 这不是小先生吗 啊 好亮啊 为什么丑先生您自带灯光师啊 他说让我帮他送一个东西 你让我送的包裹就是这个玩意儿 行 为什么我要帮你送炸弹啊 妈妈我要回家 我不想玩了 没办法了 我一定会救你的卡尔 哎 那边有冰淇淋 啊 这边炸弹快爆炸了 但是冰淇淋也 现在不是吃的时候 赶紧走赶紧走 哎 这边有热狗 怎么只是二十几秒了 卡尔 我不会让你被炸死的 很快了 我已经很快了 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冲了 啊 还好赶上了 啊 朋友们答应我 永远不要相信一个小丑好吗 完了 四颗星了 怎么还要被警察通缉啊 等我回去 一定要给小丑 帮帮来两拳 哎 那边有垃圾 等会儿再去吧 中国有句古话 叫来都来了 等会儿 不急 这有这么多垃圾 忍不住了 真的很难忍住啊 哦 好多纸箱 好东西 好东西 哦 一个盆 不错 不错 哇 汉堡 没坏的汉堡 而且还这么大 还是双层知识 双层牛肉 还有四 呃 好多番茄 哇 正好我现在也已经很饿了 大家觉得我能回多少宝石度 我的天 太爽了 朋友们 还有吗 还有个菜盆子 差不多了 我们回去找小丑吧 这个门好像开不了 但是没关系 我库子当年 可是杀手 练得一身轻功 但是卡尔就不 行 兄弟们 他有挂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诶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垃圾回收站嘛 这才能买几个钱 哇 发财了兄弟们 对不起 我错了哥 东西给你送过去了 真想给你来两拳 OK 回收箱 哦 他能给我们废物利用 还有个环保的标志 真不错 裤子我呀 曾经担任过环保组织的形象大 哇塞 这么多可以搭建的东西嘛 哇 这也太酷了吧 可以建个制作台 建在这 还可以做一个工具箱 哦 这是我们的床 看起来还可以 睡觉会扣保时度 嗯 很合理 好了 我的鸟射也修好了 呦 我大哥来了 怎么还带着个录音机 飞鸽船机是吗 行 今天虽然出了点小插曲 但我的生活也算不如正轨 我们的大哥变强了 我也有家了 虽然说天为铺盖 地为整齐 但是我们的流浪生活已经好起来了 那么下一期我们会强化我们的大哥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喜欢的话 不妨点赞转发加关注 点赞过一天 我们就开启下一期 我是库子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i